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源唐善书 禅 主著先佛为六祖会能禅师 六祖会能禅师降 盛世无今日降著 禅 第六二章 已否定肯定自我 在日常生活中若不懂得割舍 必然会使生活复杂 情绪不稳定 若能以单纯理念去生活 必能剔除种种的诱惑与干扰 若能知寡欲 必可免除种种的纷扰 单纯与知足 是禅者所谓的无 无就是否定虚妄 肯定真我 无就是习心习念 精神专注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所谓 先歇诸缘 修习万事 这是大圣顿悟法门 只有透过净化自心 智慧就会绽放出光芒 情绪自然可得真正的平静 一个人若能抗拒引诱 就能当自己的主人 若能否定贪婪 就能平静心安 若能有所不为 就必有所为也 世人往往碍于情面 勉强答应不该应允之事 不敢推辞 才会坏了大事 一念心动 涉入陷阱 一念心滩 筑成大错 不懂以否定来肯定真心 才会迷入于困局 所谓 水流虽急 静长静 落花飘零 易自咸 在如今忙碌紧张的社会里 事局变化有如急流 人是变迁富如白云苍狗 只有把心静下来 才能看出真实的事项 如不懂否定与割舍 就难免有迷失之憾 无字参是很美的 有助于拨云见日 开朗心性 把心平静下来 从虚幻中走出 看出真正的自我 六祖会能禅师降 盛世无今日降注 禅 第六三章 并取虚妄自大 世人为了自己的尊严 多多少少总会戴上假面具 爱面子 逞强 虚伪 撒谎等等 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其实尊严与自大事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不能从中跳脱出来 必定会影响到平静的情绪生活 尊严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受到伤害 一般人受到别人的批评 就会感觉到尊严受损 面子挂不住 所以勃然大怒 心情恶劣 甚至于处心积虑的徒私报复 扳回面子 欲讲求尊严 自我的张力就欲弱 受到打击的机会就欲大 所以缠家说 放下我像 放下 歇歇着 要如如实时地认识自我 接纳自己 我像虚妄太重 会使自己感到非常的痛苦 如果不能堪破尊严的虚伪性 必定执着于很严重的自我迷恋之中 一稍微受到打击就承受不了 丧失了斗志 情绪生活想要得到平和 必须堪破我像 不积极追求自尊 同时也要维护别人的尊严 以此原则作为为人处事的准则 那必定是诸谋顺遂 称心如意 在如今开放的社会里 必须并去虚妄与自大 才能适切融入生活的各层面 开创真正的自我 本频道已经有股的善书影片 让大家知道三毒的可怕 此本善书禅更叫人落实修道之功夫 贪嗔吃三毒乃人轮回之根本 若去除就可脱离轮回 望大家可以求到 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籍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籍弥勒净土 请联系一赤拱横堂师兄姐 感谢普贤菩萨 贪嗔吃世人之三毒 其毒眼深出无数种毒迫害本性良心 望世人断毒向善 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 天上是一家亲 菩萨不止在佛寺也会在圣堂 希望佛道不可相争 要互相帮助 虮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注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臣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虚元堂 请搜寻虚元堂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注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